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因為我不會廣東話 所以我就講普通話 然後這也是我來香港這麼多次 第一次這麼密集聽廣東話那麼久 然後只是在開始之前 我有一個心得想要分享 因為這兩年 兩三年因為工作的關係 還有有時候會來演講 其實來香港非常多次 然後所有人都一直說 好羨慕台灣有什麼樣的空間 可以說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就說他們一直來台灣 覺得台灣很好玩很多東西 我比較好奇有來過台灣的人可以舉手嗎 那沒有來過的舉手啊 都來過 因為我等一下講一些可能會跟台灣的民情比較乖 然後我發覺我今天聽完其實 學到很多 然後我也有很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我以前好像都交錯香港的朋友 因為他們跟我講的香港 好像我跟我今天認識的香港 不太一樣 我覺得香港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因為他們一直說 你在台灣可以用限制空間 或是進行一些企劃 也是剛剛Chris跟Alex 其實做了很多東西的示範 是我以前也都沒有聽過的 那我今天啊 像剛剛那個Chris跟Alex 他們是專業的設計師 甚至是專業的郵劇的一個人員 那我今天很大一部分會分享 我們公司這幾年啦 怎麼在台北玩那個台北的城市 以及如果真的有做到有劇的時候 那個玩真的是跟小孩玩有劇的一些經驗 所以我再開始之前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 就是那個 Place for Cityism 所以我覺得說就是 我們應該要去探討說 那個城市是誰的 那剛剛那個Helen 一開始有 那個 柳蘭建築師的那個 那個definition 就是說 其實那個城市 有可能是小孩的 有可能是警察的 有可能是市長的 有可能是每一個市民的 那這每一個人都是 構成這個城市的一環 那開放空間其實又是城市中 最重要的 就是所有人一定會經歷到的地方 開放空間 西方的歷史跟東方的歷史 有很大的不一樣 但大概的功能性會差不多 那這幾年開始 各類的開放空間 存在了完全不一樣的功能性 那確實構成了 現在整體人類生活 以及城市生活的一環 所以我們要問的應該 反而那個城市的問題 會變成說是誰的開放空間 是誰可以來定義 這樣的一個開放空間 是建築師 都市計畫師 市長 還是那些業餘的人 那其實我們嚴格來講 我們其實算業餘的人 那我必須要先講一點點 我們公司在做什麼原因 是因為很多外面的人 其實都覺得我們公司很神秘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 好好解釋 我們公司在做什麼 那其實我們公司 是一間顧問企劃公司 那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真的蠻無聊 所以我們原本有八個部門 那我今天要講的一定是最有趣那個部門 就是因為其他六個部門都太無聊 所以才那個部門出來 那我們原本是 我們說我們是在用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所以永續發展 或可持續性發展 做工具的一個企劃顧問公司 所以對我們來講 永續發展其實 不是在聯合國2015年 訂定之後 SDGs的目標才開始去啟動 用工資比他早開始去推這件事情 其實剛好呼應了聯合國 在2015年 以及2016年 開始執行的這17個目標 對我們來講 就是像SOP啊 是一個做事的工具 那我現在用普通話跟你們講 其實是一種語言的公共方式 我用廣東話 我用日文 我用英文 你們接收的方式 跟我傳達的方式 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前幾年 有一部電影叫Arrival 裡面有一句話 很漂亮就是說 你使用的語言 會影響你的思考方式 一樣的就是做事語言 也是一種非自關性的語言 那SOP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大量一直在用 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 是希望人類可以持續性的 高度的發展 不管是商業面 或是生活面 後來大家開始覺得 那個cost down下來之後 覺得design thinking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使用者體驗 杯子是不是旁邊可以有 一個把手 比較不會那麼燙 他可以賣更貴的杯子 給其他人 而不需要再遵照前面的SOP 因為SOP的問題就會出現 A公司跟B公司都有很好的SOP 他們如果要比另外一間公司賺更多錢 他除了省掉一些步驟 不然就是壓榨他的勞工 不然就是用不好的原物料 等等等 是構成現在很多social issue的來源 那這些做事工具 其實有沒有誰好跟不好 就是他們彼此之間是並存 可以跟他有來時是很久的緊急的觀念 可是因為現在科技的發達 資訊的發達 現在大家開始大量運用這個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只不過是在這些工具 有點像IDEO提出Design Thinking Stanford D.School 一直在創意Design Thinking 我們比較一直在創意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它是我們的一個做事工具 是一個思維的模式 而且今天不是要分享這個 所以這個我不會多做 但這確實是貫穿我們公司在做說計畫 以及今天有機會來這邊分享很大的一個原因 工具發展其實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定義 我當時定定 他說我們現在所做的任何的發展行為 任何的規劃跟任何的計畫 是為了下一個世代而去做發展 可是他那個下一個世代 其實不是我們的小孩子或孫子 而是我們自己15年後 20年後就要面臨到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永續發展目標 你要國定的SDGs 是設定2015年到2030 15年應該是在座所有人接下來都遇到 所以他認為蘇特現在發展行為 應該是這件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講 這些做事工具 彼此是互相connected在一起 像design thinking 如果按照IDEO那一套 目前應該都還是有五個步驟在進行 光有五個步驟 其實就是SOP 一個非常基本的spirit 甚至big data analysis 加design thinking的構成 其實就是現在可以常常 大家看到的infographic 一些資訊圖表的東西 所以這些做事工具 沒有誰取代誰 也沒有誰比誰厲害 而且他是用什麼樣的觀點去切入 然後我們是利用這樣的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講 永續發展比較像是一個 新的做事工具 新的做事的語言 而不只是一個社會議題 那這個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我今天不會講 那這就是我們公司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一直在幫很多大企業 出最下面橘色的那個不顯眼的ESG report 當然我們在別的檢獎的時候 我就會講這個 他們不是講很久 就是彼此之間的關係 但今天不會 所以這是最大的公司的變成 就是我們這幾年幫國內外這些公司 利用社會議題變他們的商業策略 或是商業策略解決社會議題 以及利用他們出那份 看似很無聊的報告書 可是現在大部分上市會公司 在205年之後都會被要求佼佼的一份報告書 怎麼利用這個去改變他們裡面內部的生態 那這幾年 那份報告書就是我們一直都做這種無聊的事情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這幾年累積了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consultants 是一個planning team 所以我們的公司有發展六套的理論 我們認為就是所謂剛剛有去發展思維的一個東西 所以大概就是現在上面看的這些項目 那這些東西就是造就我們今天會分享一部分 就是我們覺得發展比較有趣的事情 因為原本我們的客戶 都是我們在協助他們做內部的東西 很多又簽NDA 所以很多都沒辦法去分享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我們一套理論 開始跟design結合 開始跟creation結合 開始跟各種不同的企劃結合 然後這幾年確實構成很多的企劃發生 包含在大概兩年前我也站在一樣的位置 是因為那時候Ihan Good Lab 邀請我來講這幾年我們做的其他有趣的事情 那這一樣今天不會講 所以包含其實這個可以講一點 就是理論上最後才打廣告 在前面可以講 然後因為這幾年我很愛喝 cocktail 所以我認識這幾個優秀的 bartender 他就問我說那套方法論 有沒有辦法跟cocktail結合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叫draft lane 一個cocktail bar 也是draft cocktail 他出來不是draft beer 他出來是cocktail 然後因為剛才台灣開 然後他很夯 所以現在在中環那邊要開了 所以啊 之後如果大家可以去 好 先打廣告才開始講 在central 那邊 在大半旁邊 下次可以 你可以去說你們是justin 朋友 看他們會不會給你free shot 今天很大一部分 其實playground 我覺得有很多的定義 你可以學術上下當然在講 就是遊樂場那一種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公司其實當時把整個城市 都當playground再進行 playground的意思 如果回到剛剛原本講 遊樂設置 其實很大一部分 都是西方的論述 我們查了很多的資料 其實都在是西方論述 剛剛那個Chris來講 所以香港很多都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台灣才更慘 台灣是你們還有你們 其實我剛剛一直有很 很很開心一件事情 是因為應該以後有機會 把你抓來台灣 因為台灣現在很航空 但沒有任何人懂這件事情 我們那時候去查了 非常非常多資料 我們公司因為有研究部門 他們怎麼查都沒有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1980年代 1999年代 麥當勞的遊樂場盛行 就是我不知道香港這邊的麥當勞 但台灣的麥當勞 真的以前每一個都有遊樂場 我的年代是每一個人 那遊樂場是在那個地方 不是玩沙 不是玩其他 是在麥當勞裡面 我要花錢之後才能 玩得遊樂場 那那個遊樂場 其實已經改變很多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玩是創意的來源 這件事情其實 所有人都可以理解 所以到底我們的 playground 我們在台灣的 situation 是怎麼樣 其實就只有分之三個時期 就是我們去盡可能的去研究了所有資料 為什麼是盡可能研究 因為台灣沒有任何資料可以研究 那其實1970年我們幾乎是 copy 西方世界怎麼去做遊具 我們這邊直接做 我們沒有任何社區規範 你們這邊可能現在還有一些基本會 我們當時遵照的 現在有當然SGS、CNS 可能有一些基本 當時我們直接他們那邊怎麼做 剛好美軍那時候也在台灣 就直接就 copy進來 在這個地方 中間就發生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香港的家長 但台灣的家長很怕小孩死掉或受傷 所以當時一發生問題之後 忽然所有的遊具 就變成就是靠近這個地方 所以1990年的時候 那時候還有多次翻修的CNS 就是那些遊具的標準 你們香港那時候應該有一個小事件 是那個長滑梯說要拆掉 家長也去捍衛 台灣當時也是這樣 台灣是有一個石頭做的滑梯 完全不符合CNS 所以政府要全部把它拆掉 因為台灣政府就是都是選舉嘛 所以他們都要討好民眾 所以有民眾抱怨 他們就要討好他們 所以只要有一點人抱怨 他們就覺得這個都是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 都不能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都變這種 就是罐頭遊具 就是現在香港也有 台灣也有應該到處各地 都有一個塑膠遊具 那15年開始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一個團體叫特色公園聯盟 那很錯 特色公園媽媽聯盟 就是有一句媽媽 有一個李媽媽 其實他當時就是有一次 要去玩那個石滑梯 發覺要瘋起來 說不能玩 他就很生氣 就去跟官員吵 然後官員就拿了一堆 那個法律文件的法規說 你看你都不懂這些 所以就是你沒辦法跟他玩 然後這個聯盟 然後這個聯盟在2015年 其實才開始 是很新的 我剛剛聽Chris來講的 因為在2002年 應該就已經開始了推動 但甚至30年前就有幹 台灣從來沒有 台灣非常新 但是2015年 才開始很active 這件事情 然後那這群家長太厲害了 我覺得這群家長就是 厲害到就是 這麼短短幾年 他整個翻轉 等一下我後面會講的很多事情 所以他們雖然Logo沒有很漂亮 可是他們真的很厲害 改變了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我一直要 他們只要改勞動 然後其實這個媽媽 就是李媽媽 他我們剛才很熟 就是他其實真的認真推動 他在這幾年 讀了非常非常多的書 然後這一群媽媽一開始 真的都是高知識分子 他們都聚在一起 討論 說服裕人 說服立委 陳情各種方式 在短短三年內翻轉說的事情 我們今天 我今天人在一陣 大部分其實是來自於 他們前面有做非常多的努力 造就了現在 好像台北在這一年半 快兩年的時間 暴增了大概六百多座 所謂的特色公園 那真的每一個都很好玩 因為我自己都去玩過 天幕也好 板橋也好 大部分在台北 其他縣市目前還沒有 六百多座 每一個都非常有特色 每一個都完全不一樣的玩法 然後就是在這一年半 因為台灣的缺點就是 他為了要討好民眾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翻轉層要討好 各種公園要出現 所以在三百六十五度的情況下 就現在所有的 縣市長的首長都說 我們要做公園公園 要做特色公園 然後就開始出現 但這也是我覺得現在很危險的地方 因為其實沒有詳細的規範 沒有完整的東西 等一下我後面會分享 所以當然我們台北市要選舉了 所以柯文哲就去年訂了一個新的計畫 叫公園不在大眾裡 這個計畫一出來之後 廣邀各種設計師 管你是平面設計師 還公園設計師 還是不是專業 反正你只要是設計師 他都邀請你來做了郵劇 那你要感謝這些優秀的設計師 包括我們自己的團隊 就真的做了很多 那他要政績嘛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有做了一個網站 是真的可以搜索這所有的郵劇 是政府的網站 他裡面都有一些特殊特色的內容 比如說他有滑梯啊 有網子啊 有旋轉台啊 什麼時候啟用 你會發現就全部都是這一年內啟用 然後這一年內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民間版的永遠 在台灣民間的一定比政府好了 所以民間版的 等一下雜誌跟那個特工某媽媽媽 他們有做一個搜尋系統 他是把照片啊 所有的東西 所以這兩個是 你們如果真的有興趣 我覺得是整理蠻完整 也是過去這半年一年 其實才整理完很新很新的東西 那我就回來再講到我們怎麼進行 那公司這四個大的部門上面各個組 今天就要講我們空間部門 空間設計部門 跟空間員部門 這幾年怎麼玩這座城市 那當然就是用我們那套方法論 跟空間的結合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人口 都是居住在都市中 像台灣大概是84% 是居住在都市中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大部分的社會議題 也都在都市中發生 所以如果可以解決都市的一些問題 可能可以間接解決很多社會上的問題 那我們絕對不能用以前的思維 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這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那我們覺得那些業餘者 包括我們 常常就是提出一些創意的想法 那這些創意的想法 那這些創意的想法 其實常常都要在一些場域發生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在一些場域 應該要重新去定義它 重新去利用這個場域 去活化這些東西 就像剛剛Alex和Chris都有講到 就是孩童去玩這些遊樂場的時候 會刺激他的老人想像 大人也還是會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想說 大部分的時間 大家都是在工作環境 我們是不是先重新 從工作環境去定義這件事情 當然又一樣 我們就去研究辦公室的歷史 才發覺說 工業革命前 其實是沒有辦公室的概念 工業革命後 開始去有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現在大家覺得 Facebook、Google、WeWork 那樣的幫助空間很有趣 那是因為不同產業列別 反正我們在 因為這件也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研究了非常多 決定說 好像工作空間的創意跟刺激點 其實會影響 我們現在所謂 知識密集型的工作者 什麼是知識密集型 就是大家是用idea 用腦在工作 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都是 就你不是重複型的勞動 重複型的文書工作 而是你是想一個idea 在解決方案 可能就勝過你一整天 十個小時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利用這樣的情況下 重新建構 那我們後來就把 台北的中山足球場 一半租下來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租下來 所以那個中山足球場 一樣台灣有非常多荒謬的事情 台灣的好跟不好是一起的 我們的混亂也是 也是造就我們現在的好 所以我們的混亂 包含在都市計畫 我一直不懂為什麼足球場 要在松山機場旁邊 所以飛機飛過去 你聽吹哨是聽不到 所以我們從來沒有踢過足球場 在那個地方 那我們就蓋了一個足球場 在那個地方 所以 台灣人很厲害 因為這樣混亂 我們就將就 所以我們的花博 台北 2010現在台中東在花博 2010台北花博的時候 有用這個閒置完全做過 但做完之後 不知道幹嘛 所以又飛機了 那我明遠機會 就把裡面大概 2016年的時候 把裡面大概 1400坪 大概 6000多m2的空間 給租下來 那我們叫了一個地方 叫CIT 它是目前可能台北最大的 序域的聚落 今天要分享這些東西 有一個脈絡 我覺得很重要 是因為 Els和Chris 他們的organization 比較偏向NGO和PO 可是我們今天是民間的單位 所以我們會用民間的角度 去思考 一個企業體的角度 去思考 我們為什麼去做這些東西 那當時去做這些東西 沒有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們公司 因為我們現在公司 大概有70幾個人 所以那時候 需要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那怎麼把成本變營收 是我們覺得 永續發展很重要的商業性思維 所以當二房東 就是可以把成本變營收的來源 所以當時 就把足球場租下來 改了一個非常大的包容空間 下次有機會可以來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的小角落 是當時有花很多小燒 小心思是希望 他們在各個角落 可以有一些inspire 在他們工作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定時 會辦很多的活動在裡面 比如說你今天上班 上到一半 去某一間會議室 搞不好裡面是有一個雞頭藝人 在表演 就是做了非常多這樣的事情 那 包括我們允許帶寵物等等這些 那 因為這不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我們快有跳過 那簡單來講 現在裡面大概有 五十八千公司 大概有三四百人 在那個地方工作 那他們的industry 都跳得很大 有IT相關的 有design 也有NGO 像Oxperm 台灣 就在那邊 因為Oxperm在香港 分布在台灣 就在那個地方 Tesla 原本的辦公室 也在那個地方 就非常非常的雜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說 好像工作空間做了之後 我們一直也想要推翻自己 所以想要去模糊 那個第三空間 Open Space 跟Office Space 的一個間鮮地帶 所以我們的辦公室 剛好旁邊有一個MRT的station 前面都會有那種Lyndon Park 我們後來就跟一直沒有蓋出來的台北導演藝術中心 跟他們合作了 然後我們去讓居民跟我們的Members 就在那個地方進行了非常多表演藝術的一系列的整個weekend的活動 然後居民開始認識我們 所以開始進到我們大廳 所以我們後來就開放我們的大廳 一直免費去辦市集啊 工作房啊 這些東西 是完全免費的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好 是因為我覺得 我們覺得我們是一個新來的人 到那個老舊的社區 因為我們足球場面區是比較老的台北區 然後我們需要去跟居民一定程度的溝通 那個溝通不是像我現在在那邊報告 然後他們就會信任 那溝通已經是吃喝玩樂的方式了 就是大家會比較有那個信賴感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了非常多事情 也確實把我們的大廳跟私有空間跟開放空間模糊掉 所以模糊掉之後 很大一部分其實我們當時空間部門成立的時候 一開始是為了工作空間 可是在工作空間之前 我們在2012年 公司剛好有一年我set了一個goal 結果我以為他們達不到 但他們達到 那時候大家討論說 如果達到我們就要買下一顆星星 命名我們公司的名稱 聽起來很浪漫對吧 我當時也approve 但這件事情是不能發生 因為可以命名星星的 只有發現星星的人 網路上都是詐騙的 所以我就很難過 但我們一定要讓自己 就是有驕傲說 哇我們set了一個沒辦法達到的 營業額的goal 我們達到有一次我們去跟客戶開會 反正就是招大銀行 我們發覺他們把台北市 我們台北市有很多那種中隔島 香港好像不會有這種東西 就是路跟路之間會有一排樹的那個 叫中隔島 然後他們就任養下這個中隔島 然後灌殺他們企業的logo 然後說這個公園是他們 然後我們覺得這樣很酷啊 那我們也去任養一個 這樣感覺公司就有幾千人 好像很大一樣 所以我們就去任養了 我們當時run的一個 quarking space旁邊 大概40坪的小空地 一開始我們就請那些intern去打掃 然後再去整理那邊 其實一開始整理的時候啊 居民一直來問我們在幹嘛 要幹嘛 然後我們講open space 他不會聽懂 所以後來就講公園 然後他們一開始說 喔是假公園嗎 台北有一陣子 因為剛剛的花博 然後想要推廣花博 所以有一陣子都很多的假公園 是讓建商在準備蓋房子之前 你可以把它變成公園 你只要有這樣做 響應那個2010年的那個花博 我就給你可以多蓋幾層樓 所有建商都在做這個假公園 可是其實一年兩年就是不見 然後那時候居民就一直問我們是不是 那因為我們以為居民都會討厭建商嘛 然後我們就說不是不是 我們這個空間真的是要給你們大家都可以用 然後他們就一直問我們為什麼不用呢 就是很失望的方式 後來我們就問他為什麼 就是想要我們就是用假公園 他說因為這樣你們就會蓋房子 他的房價就會漲 所以這次我們學到很重要的一刻 每一次在講社區營造 地方傳承都說要聆聽居民的需求 其實這是在台北不會發生 我不知道在香港在台北不會發生 但我們那時候就做了這個空間 在台灣的歷史背景 公園是兩種人最常滯留的地方 流浪漢跟流氓 所以沒有居民喜歡 所以當我們跟他們講公園的時候 他們其實很反對 我們那時候為了這個公園開放 其實做了一個開幕 我們還特別挑 像旁邊這個圍儀是師範大學 台灣已經滿大的大學 他們的校慶非常吵 我們特別挑就是怕打擾居民 還挑他在校慶的時候 我們辦了開幕 結果警察還是來了 居民說我們吵 警察來了之後我就說 那個聲音也很大過這個 所以就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一刻 居民沒有想要你開放那個空間 他覺得他住在那個地方非常久 你為什麼要用你自以為的想法 對他的好 insight 給他 影響他的生活環境 所以這個計畫就這樣 有點像失敗 2012、2013開始 一直到2015 我們空間部門要成立之前 就荒廢 是很失敗的一個案例 雖然那時候還是台北有一些 講社區營造會邀我們去講 其實有時候都講得很心虛 因為沒有居民真的很喜歡 我們那個計畫 所以2015年到2017年 其實我們重新去做了 非常多研究規劃 重新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三個部門 我們企劃部門 空間部門跟研究部門 密在一起之後 去做了一套 我們公司常常在進行的分析 很多人會說 這是design thinking 可是對我們來講 這個東西就是基本 你要去做一套分析的方式 那裡面這一套的東西 當時在涵蓋進去之後 我們去把我們那個 失敗的經驗 重新再重整之後 重新去思考說 台北已經有非常多這樣的繩子空間 台北只有 如果你沒有去台北 就常常會看到這種 就是圍裡 綠色圍裡圍起來 你假設綠色圍裡圍起來 絕對都是國家圍起來的空地 大部分都是 他就空在那個地方 他空在那個地方 是因為 他不能做那個少的土地的買賣 因為怕土地那些賤少 所以我們就思考說 像這樣的空間 很多的creativity 可以在這些space發生 沒有這些space 就也太浪費了 那所以在這情況下 當然 雖然香港看起來很少 但台北沒有逃到哪裡去 我們就覺得說 那表示 這個創意好像跟這個國家發展 跟這些限制空間 是有一個connective的因素存在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應該要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去掉了這些資料 不得了 就有公佈的資料 因為台北 我們沒有像香港那麼嚴謹 會做很多的調查 那個調查可能都是假的 那個數字可能都要成為兩倍 但有公佈的調查 大概有14000多筆 是閒置 裡面大概有80% 12000多筆 是50坪以下 大概是165m2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那加上私有 不是就不得了 有非常多空間 都可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所以空間部門 就成立了這個品牌 也是今天來分享最大的重點 就是Punkhawk 這個品牌其實只做三個原則的事情 就只做165m2的事情 然後這個設計是按照共同的設計 然後我們是聆聽居民的需求 不是講錯了 我們是觀察居民的需求 不是聆聽 因為我一直跟我們的那個 同仁強調說 居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都有單一的點 影響整個community 再影響整個城市 就是很像早期好幾年 在香港也有提出的論述 就是都市針灸的邏輯 去避典市深化 以及整個城市過度開發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重新定義我們那個 失敗的小空間 原本叫台北好傘計畫 對 然後我們的棺材在過去幾年 就是那失敗的兩三年 他們就兩個需求最大 那邊的老人會利用停車位跟停車位之間 去架一個梯子曬被單 非常常這樣做 第二個東西是他們會去跳大媽舞 就是他們要基本的伸展 就這兩個是他們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東西滿足他們 他們應該就願意接送我們 可是我們不想只滿足他們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師範大學的學校 這個地方又是師大夜市 所以很多都觀光客裡面 如果去跳的話可能都去過 我們想要一次滿足這三個地方的需求 所以我們的空間部門就設計了九座單槓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塞被單 它可以拉筋 然後它又可以架一些有的設施在這上面 然後因為那個地方非常多老人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個距離之間 有設了一個輪椅 是可以通過去的地方 那時候公司完全不懂 什麼是貢榮公園 完全不懂什麼是這些事情 那我們那時候去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調查 在完全沒有任何資訊的情況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怎麼去進行這樣的一個計畫 因為我們原本以為台灣有像playwright的這種單位 但沒有 然後我們怎麼去調查 調查不出來之後 就研究部分空間 忽然多時間去研究調查 跟居民一起開始倒泥 他們真的很無聊 這心理學 就是他參與就會覺得他要關心這個地方 對 那我們就做了這九座單槓 然後加了非常多東西在上面去 然後他們就真的開始進入到這個地方 沒有這是demo圖 他們就開始進入到這個地方 就是Senday Damme 然後小孩子真的進來玩 然後隔代他們就開始進來到這個地方 一個非常簡單的設計 然後網美 我不知道香港的這個說法 就是網美 就開始一直進來拍照 然後他們就達到一個恐怖平衡 就是後面在曬背帶 前面在拍照 所以你們去Instagram上面看到 超級多這種 上面就是背帶他們拍照 然後因為太多了 多到我們後來有一陣子 變很有名的打卡地 然後他們在這樣進行的時候 雖然我們覺得這是很漂亮景象 因為他們後來達到一個恐怖平衡 中午前是居民賽被單 因為東方照過了 然後網美不會那時候 只往下西賽 就十二點之後 他們就會過來 然後確實活化了整個社區 然後也讓居民 對這個地方比較好影響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很好的社會實驗室 那邊從來沒有垃圾桶 也沒有清潔隊去清 全部是居民自己 清那個地方 那我們因為有的時候想要換上面的Decoration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撤掉那個當丟籤 然後網美就會打電話到我們公司說 我們騙他們來這個地方拍照 但因為我們真的試圖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有時候是配合當時的一些議題等等這些 然後去做了非常多的變化 固定的時間 那這個計畫雖然很小 我們卻就得到了很多的關注跟獎項 那這些關注跟獎項 讓我們忽然好像一個業餘者 在做專業者的東西 因為裡面很多的獎項 是跟空間設計都市計畫有關的一些獎項 然後因為這樣之後 我們在思考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那這個計畫原本 我已經說了 原本是要買一顆星星 來去讓公司驕傲 所以買那個星星的錢去任養公園 延安大概花了公司40萬台幣 所以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做一個 像丟廣告一樣 是一個promotion 所以那時候就思考 是不是真的serious 把這個東西叫做serious business 去思考是不是可以做更多 結果他們就找上我 所以這時候就回到 剛剛一開始前面講的有兩個平行失控 2015年我們剛好在做那個 越來越好的轉化 那個特工盟的媽媽 剛好也在一起努力中 但我們不認識他們 但同一個時間 他們終於推動 那個台北市政府 說要做這個東西 所以台北市政府不會找他們 因為他還是 台灣的官員就是這樣 你去抱怨的人 他絕對不會找你 他會願意更改 然後再找另外一個人 來做你抱怨的事情 所以他就找了我們 這他也不知道我們認識他們 所以他們就 就剛剛幫忙Chris有說 就很多那種新聞 就說 為什麼只剩灌頭 而且只剩塑膠油具 是不是有更多這些東西 後來想一想我們覺得說 我們原本不太敢捧油具 因為我們知道這需要專業背景 我們不懂 我們也知道台灣沒有什麼單位 你懂這件事情 但我們覺得說 台灣這個計畫 確實符合當時這三個原則 那我們就應該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思考說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 閒置空間 比如說公園就是這樣 他是閒置空間活化 好又閒置 就非常多 像我剛剛足球場也是 閒置空間活化 再閒置 可是怎麼樣避免這件事情 不要再閒置 那我們後來挑了一個公園 因為他讓我們學 我們就挑了一個 更老的一個台北區 叫素德公園 那素德公園裡面就有一個 全世界各地可能都可以看得到的 塑膠油具 那那個公園 當時我們挑沒什麼原因 就是那個公園 是因為我們的辦公室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走路到那個地方 大概20分鐘的距離 那我們一樣用這套計畫 然後去思考說 到底怎麼樣去改變裡面整個生態 我一開始都沒有去 像現在整個計畫是我們空間 像禮拜六他們有開workshop 那個director負責在蓋 他那時候每一次回來辦公室都醜眉姑娘 然後我沒有問他 因為我也很忙 那後來有一天我就說你還好 因為他真的都很焦慮 他就說他帶我去看一次 這個照片沒有很清楚 但裡面那個公園 太髒太垃圾了 就全部都是垃圾 居民好幾次當著我們的面 騎摩托過去 垃圾就丟在樹旁邊 丟在公園裡面 好像是這個整個 是一個garbage的一個 playground 因為反而沒有人在玩 最可怕的是那邊 那些地方還有那個針孔的回收桶 表示那邊有一定的吸毒的人口 你就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非常老舊 非常老舊 非常貧皮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哇這個挑戰真的很大 但我們還是很樂觀嘛 因為羊羚 naive 所以就覺得說要來改變 我們去觀察了非常多 幾乎都是隔代教養 就是阿公爺爺奶奶帶著孫子去玩 不然就是非常老的人口 那邊都是幫庸啦 去帶著那些去進行 那一般就是幫庸在旁邊聊天 然後老人聚在一起 沒有講話 就在那個地方 那這公園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不可能用在地人去改變 你只能引進外面的residence 就是新來的人 去活化這整個community 那我們就一樣再次做了非常多研究 因為這一次就serious 是要做遊具 所以我們就花了很多時間 去確定那些標準 那簡單來講 大部分就還是遵照 我美國家當時訂定的一些方向去進行 那觀察了那些遊戲行為 包含剛剛Alex和Chris都有講 就不去講 還有老人的行為 因為其實現在在台灣的公園 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去玩 那我們就做了這一套木柱系統 所以這套木柱系統 當時是希望用點線面的模式 去改變整個生態 所以這套系統 上面可能會加網子加罐子 如果哪一天這個無聊了 可以再卸掉 再回去原本系統做新的東西 或者說它這個社區是比較多小孩 不是老人的 它裡面裝置的東西不一樣 裡面比較多成長人士或老人 沒有小孩的 那裝置的東西就不一樣 那我們就做了這一套公園 那這套公園 剛好是公園不在大眾人員那一系列計畫 我們就是其中一個被邀請的 非專業設計團隊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裡面很多系統 其實大概就是 利用那個木柱系統 再去編織不同的生活 讓小孩子去玩這件事情 那因為當時我們去的 做了很多研究規劃 其實公園不在大眾人員 當時很危險 因為有一群媽媽們說 她小孩因為那樣玩到受傷 非常多公園都這樣被批評 只是個特公共的媽媽 力保這些設計團隊 那當時我們是 唯一一個沒有出問題 那我覺得是幸好 或是真的研究團隊做了很多研究 那因為反正小孩玩得開心 其實最重要 就像剛剛Chris裡面影片有講 我們去問大人 問這些東西都不重要 他們好不好玩 他會直接跟你講好玩 或不好玩 就這麼直觀而已 那我們都有去問他們好不好玩 他們都說好玩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進行 然後就變成非常非常熱烈的公園 非常熱烈的公園 之後就是每天都在排隊 然後那整個community開不一樣 那市長當然就來了 因為這是唯一一個沒有被罵 所以他就跑來這裡來前場 那每天都會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很擔心 因為公園是有一個loading 就是一次只能100個人 60個人 後來每次都兩三百人 那個我很擔心 然後如果豬如果壞掉 他就說你看吧 就是那個 創意的公園就是不安全 可是那是你原本只能60人 也來兩百人 那是怎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其實也在思考這樣的問題 好像去做很多觀察 那不管怎麼樣 至少大家是有一個玩得很開心 那台北的家常 其實假日都一定會帶小孩出去玩 所以他們都有很多的 Facebook group 或Line group 然後他們都馬上傳 所以那個地方就瞬間爆紅 爆紅的好處是這樣子 是他整個community就開始不一樣了 旁邊垃圾開始整理了 清潔隊就開始用了 因為台灣的里長要選舉 所以他們開始打掃環境 然後原本是垃圾的地方 現在還可以野餐 是我現在有一次去我最surprise的事情 然後我們一直持續回去觀察 原因是因為那些小孩 剛剛你看前面的玩法 很多的玩法 我現在幫我拍照都不是 他們的玩法都不是我們預設 當時這個穿孔那個tube 你可以想像我們知道他這樣爬對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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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所有人都走上面那條路 那這是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限制小孩的玩法 所以我們公司大概每一天 都有一個人去那邊去 大概蹲點兩個小時 去研究觀察整個地方的關係 那六十四跟木柱 其實因講了整個community非常多 甚至凸層了一個那個 Sorry time is out 我知道 那錯了 那我們接下來因為有一些計畫 就應該是一個 一年會有在一個行政區去用 那接下來在你們可能多少 都有去過的松菸文創園區 之後有一區 因為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人去 所以他邀請我們去做一個裝置 然後之後會有一系列不一樣 大概十二月就會開始開放 下次可以去看 那這個東西是 原本主播單位邀請的時候 所以我跟我說希望我去講一點 所以我很快再講兩分鐘 把一次講完 其實這道系統 就是很單純的一個木柱 它單純一個木柱是一個系統 所以一個木柱是可以玩一個基本的玩法 這很簡單 就跟樂高的邏輯一樣 你一塊肌木也可以玩 兩塊三塊就可以玩 它大概有幾塊平方 兩個木柱大概呈現 三個木柱以上會是面 所以點線面本來就是最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當時才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去做點線面 在不同空間不同的情境下 去做一個基本的配置 那這個情況下 就有辦法 為什麼要上下都要跑那個鐵管 因為木柱雖然是對身體當然相貴好 所有人也都喜歡看到木柱 可是它容易爛 所以當時假如在上下 假如要將鐵帽之後 一直維護那戶輪 大概就可以保存很久 我們到時候後來就在這情況下 其實是做了非常多的套組 然後那個木頭當然是用FSC的 就是所謂的永續林的一個木頭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其實分了兩套系統 一個是40公分、80公分、120公分會打孔 另外一種是60、120跟180會打孔 上面是遊戲的玩法 下面是裝置型 裝置型就是說 它如果要辦展覽 如果要坐椅子活動 大概就是40是人 現在你大概坐椅子的高度就是40 80就是桌子 120大概是可以站起來的高度 上面60、120、180就是小孩子在爬 在玩的時候一個基本 所以當時用這套方式去訂了一系列公司 在空間部門裡面包含那個輪椅 像輪椅這地方做幾種配置 木跟木之間 如果是小於120就是輪椅可以過去 一個人可以走過來 小於90的話就是輪椅可以過去 如果大於150的話就是兩艘輪椅可以過去 所以當時做非常多這樣的模擬 是希望給這套系統可以有不一樣的一個變換性存在 那這個東西大概就是在講 我們怎麼利用原物料從源頭開始 所以循環經濟跟循環設計是這幾年重要的issue 所以一開始我們公司因為在作用發展 反正就排入 那設計這個地方一直到製造端 其實我們跟製造端保持非常好的聯繫 這是為什麼他們願意去客製化這些木柱的系統 除了因為我們也是希望可以到木柱系統 可以到各個地方去發生 然後再按照空間設計怎麼樣去維護 然後這一點很重要就是再設計 其實要很謙卑的去重新去觀察跟學習 不要以為你研究非常多 會畫非常多 設計一個東西人家就要這樣玩 或者這樣參與 其實更大一部分是重新的維護觀察 再設計再回到這個連串 所以這東西是雖然在短短這一年半快兩年的時間 但一直持續性的在做 那這套模組其實大概發生的方式裡面 有些hashtag大概就是我們說的那一套 如今下去繼續進行的 那我們是希望接下來有很多空洞 開放空間可以在各個城市裡面發生 那這就回到剛剛一開始那個 那個Helen講的那個荷蘭建築師 其實這個是我們很inspire的一個想法 它其實是一個飛機的建築物的一個木柱 它只是下面畫一個圓而已 小孩子其實就已經可以玩好 然後大概是希望一直可以這樣一直玩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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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